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姊妹平安 我是吴嘉琪全道 今天的诗篇是一篇赞美神的诗歌 经文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至七节是提及上主过去对以色列人的作为 第八至十一节提及神在管教以色列人 第十三到二十节 唯一君王代表以色列人献祭带领国民称众神 在一至七节当中 诗人提到神将海变成干地 终民报行过河 他重新提及神过去在以色列人中行的两件神迹歧视 就是摩西时代的分红海 和约舒亚时代的过约弹河事件 正因为上主引领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才可以脱离埃及作奴隶的生活 亦都因为上主的帮助才可以进入加南美地 这是过去以色列人经历上主拯救帮助的事情 甚至成为他们民族其中两个恩典的记号 的确 当重新回味这两段往事的时候 是提醒并激励正在歌唱的以色列人 昔日大能的上主 就连埃及法佬和加南人都可以击败 除了可以感谢上主过去作为之外 其实也提醒他们 即使今天落在不同的挑战困难中 都要像先祖一样依靠上主 上主必定会保护他的子民 的确 我们生命中曾经有不少上主的作为 神迹歧视的出现 或者恩典的记号 弟兄姊妹 你还记不记得那些事情呢? 那些感恩的事 永远都在我们的回忆之中 回味上主过去的恩典 确实是甘甜 但或者是同时提醒现在的我们 上主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必定会引领他的子民 安然度过一些绝境 那个恩典的记号 其实鼓励着我们 当我们依靠上主的时候 又何需为未来而担心呢? 8-12节提及的是另一个场景 以色列人明白到 眼前的困难是上主的安排 是神令他们进入网络 将重担给过他们 亦都是使人坐车压他们的头 所以诗人形容他们 正是经过水与火之中 不过他们明白到 上主的试验和熬练 都是出于对他们的管教 上主仍然在其中保护他们 以至他们的性命得以传活 脚不摇动 最后以色列人会经历 这个圆满的结局 上主必引领他们去到丰富之地 所以他们要赞美这位上主 人生路上总会遇到一些不寓意的事 有些事的发生更加始料不及 我们有时会埋怨人 甚至质问上主 诗篇提醒了我们 以色列人正正在那份不明白之中 他们发现那位过去一直帮助他们的上主 其实没有离开过他们 上主看重的是他们的生命 有没有误入歧途远离上主 正如十三到二十节中 各位代表以色列人献制的君王 他总结了以色列人的经历 神对他们的熬练和管教 其实是想令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 以至能够远离罪孽 他们经历到上主聆听讨告那份真实 原来神没有利弃过他们 他们在同神的文药当中 看会到神是信实的主 对文药是忠诚 对以色列人是不离不弃 故此他们愿意回归上主 忠心不意 今天我们要反省的是 上主有没有曾经 或者现在在管教我们呢? 当有些挑战困难出现的时候 会不会是神在提醒我们 我们有没有不知不觉地离开神呢? 忘记了要用生命去敬畏常主呢? 愿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 为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恩典的记号 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人生一些挑战或者困难 可能是出于你的管教 你因为爱着我们 提醒我们有没有向你犯罪 得罪了你 求神原谅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求主你将你生命的道指教我们 以至我们行在你的正路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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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